昨天晚上零下14度 现在白天正午呢 温度还是零下8度 真正的冬天还没来 但是已经开始降温了 嗨大家好 今天与大家分享 今年11月末至12月初 最近零下超10度低温的状态下 我那些需要在阳光房里面 过冬的花花草草门 如今的展示和状态如何 以及在过冬的养护中 需要做些什么和注意些什么 因为我的阳光房里面 就有一个小暖气的 只是让这个温度呢 尽量维持在两度之间 地长雪道来的时候 零下五六度 它里边的温度是零点 零点七度 那是因为没有点蜡烛真温 嗨出来的都是冷气 然后现在里边的温度是 三点五度 为什么呢 看我这点的蜡烛 然后昨天晚上我已经点了三支 这个木地蜡烛 就是增加一些室温 提温的效果还是挺明显的 跟着我视频看过来的花友们都知道 每年过冬前后 我都会跟进我阳光房里面 这些花花草草的视频分享 今年我的整个这个阳光房 就越来越拥挤了 也越来越满了 有些是新天制的苗 有些是培育千夏成活的苗 还有一些是陪伴了我很多个冬季的草花 无论是新苗还是老苗 只能依赖这台小小的3800瓦的电暖器 还有一些木地蜡烛过冬 能不能熬过这漫长又未知的冬季 他们都要经历不一样的寒冬 也都有各自的天命 做个记录 明年就知晓 这些绣球该剪的剪 没该剪的就没剪 这颗新老子都能开花的 Funft Stufen 是三月末 购置的一颗牙签苗 如今它的新枝呢 已经长到了超一米 这类新老子都能开花的大叶绣球 复化性好 开花非常给力 目前因为受冻的原因 叶片已经开始打粘 后期就会自然的掉落了 因为修剪是在春季 所以现在我就不动它 那这个花盆太轻 我也没有再进行换盆土 所以呢 直接把它半地在 有地暖的保护的话呢 过冬也会更好一些 北方种植 所有的盆栽绣球 都是不能在户外过冬的切记哦 这盆是我今年初夏的时候 买的两株 白色和蓝色的白子莲幼苗 像这类南方种植可以泛滥成灾 属于低维护的球根花卉 而在我们北方呢 它的抗寒性就特别的弱 想让白子莲每年都能开花 过冬放置的环境非常的关键 不能让它们过于的温暖 一定要放置在低温环境下 比如零度左右 温度不能太低也不能太高 就是零度左右是非常适宜的 过于温暖会直接影响到来年的开花 所以我把它放在阳光房里 最近的温度呢 最低达到了零下14度 白天的温度呢 基本也是在零下五六七八度这样 阳光房里面的温度呢 也是维持在零度左右 现在看上去状态还是挺好的 虽然有花 因温度过低 也是处于一种休眠状态 花毛是打不开的 开春的时候只要温度回暖 这上面这两只花呢 就会提早开花 熬过这第一个冬天以后 春季的时候这一盆呢 可以进行分株 能繁殖出很多盆的小苗 凡是这类块状肉质根茎的 这种草花呢 通常都有两种繁殖的方法 一种是播种 另一种是分出繁殖 播种的速度呢会特别的慢 需要三到四年的时间才会有花 而分株繁殖呢 速度是最快的 分株后呢 一般第二年就会有花了 所以说种花呢 一定要先了解 它们的生长习性 然后再根据自己的种植环境 尝试和摸索以后 对它们有更多的了解 那后期的养护就会得心应手 然后我的很多天竺葵 在阳光房里面十度大 它特别容易得这个 就是灰美病和黑腐病 这一排原来放的 马蹄温天竺葵 我都搬到了 我的工具房里面 比较暗的光线下 让它沟通 这个顿叶天竺葵呢 抗寒能力 比马蹄纹天竺葵会更好一些 哪怕就是前端 这一部分冻伤了 春天的时候修剪 有主根的这一节 都能很快地长成这样一大盆 所以在这个天竺葵上面 我是不担心的 顿叶天竺葵我都放在这 这也是千叉苗 有空的时候呢 就适当地清掉这些 病叶 这一盆是我的 沙枝小节 目前的状态也挺好的 叶片也开始 渐渐的那个伪念了 然后它呢 也是因为灰美病 度假回来以后 得了灰美病 上面顶端的花球 我都捡了 这个梅红娘娘呢 目前它没有 怎么得灰美病 所以这个花 我还继续留着 没有去动它 我的这一盆大的 这盆很多年的 玛格丽特 完全木质感的 我夏季的视频当中 都会有它的出现 每一次都是爆花爆盆的 旁边的那一盆 是它的千叉苗 目前这盆的状态非常好 所有的这种草花 过完冬季以后 看上去都会是 要死不活的状态的 但是不要担心 当天气回暖 温度回升 春天向它们招手的时候 它们就苏醒过来了 修剪后更换新盆土 不用多久 立马就能看到它们 长势 撑撑撑地往上窜 这个肥水一登上 很快就会爆花 而且熬过冬季的 玛格丽特花期早 而且长 复华性极好的 熬过两三个冬季以后 整个叶片的这个状态 就是比这个 今年新天制的 这颗来自意大利的 粉紫色的 这个玛格丽特状态就好很多 抗寒能力和适应能力 也在逐年的增强 千叶兰虽然说耐寒性比较好 可以在户外过冬 但是盆栽种植 安全起见 还是建议搬进 低温环境下的室内过冬 会更保险一些 因为以前我也有 中过盆栽的放置在户外 零下十度 真的是直接被冻死的 地灾那就没有问题了 我本来不想种这个 夹竹桃了 但是呢 它一直都长得挺好 每一年搬进搬出 种着种着 这么多年 也就熬过来了 也就没舍得放弃它 它哪怕就是不开花 我也没舍得放弃它 夹竹桃在德北 这样寒冷的环境 种植真的非常不适合 因为阳光缺少的原因 温度又不够热 花苞都挺难打开的 遇上长期的阴雨天 这些花朵直接就挥霉病 怎么施肥它也打不开 这两个因素 直接影响夹竹桃的花期 耐寒差就不用说了 如果气候不给力 不建议北方的花 有种植夹竹桃 今年种植的马英丹和兰花茄 没有放置在阳光房 直接搬到了屋里 去年吸取了教训 那个马英丹真的在这里 没法够懂 这个是今年新添置的一盆 微月 现在已经开始 叶片也渐渐地掉落了 然后这是我们家的一棵 柠檬小树苗 凯拉尼宫 白色的 月季搬进搬出特别麻烦 我只种了一盆这个灌木月季 这盆是每年必斑的 以往视频中 也有很多其做过它的分享视频 什么换盆 修剪了 都是以它为例 半地栽的这一排 千叉成活的月季苗 目前的状态 还是挺棒的 明年春季的时候 鲜切花的千叉苗 会继续盆栽种植 而藤本呢 全部外移地栽 这本非常经典的 魔幻系的魔幻革命 11月初外出两周度假期间 我已经把这些需要过冬的花 都搬进了这个阳光房里面 我家闺女呢 就负责帮我照看这些花 因为阳光房里面 早晚闷差比较大 湿度也重 她呢又忘了 就是每天开门窗透气 上面这些花球 包括天竹葵 很多很多花 全部都产生了灰霉病 我就把它剪了 三朵花还挂在这里 我没有剪 剪呢 很简单啊 直接就把蝉花剪掉就可以了 也是没有技术含量的 关于真正的修剪 是在初春的季节 也是蒙发钱 今年春季的时候呢 我有做过一期 关于这盆魔幻革命的修剪视频 感兴趣的话 有可以翻阅下方的链接 这个也是直接就剪了 然后这里也有个对生芽 现在都不用管 留着 春天的时候呢 再去给它进行取舍 然后这里还有一盆 我的绣球 这个呢 没有怎么得灰霉病 所以叶片保留着 这一盆爆米花 今年新添置的 目前这个叶片 也是绿油油的 新添置的那个条纹威月 这也是今年新添置的 这盆威月是 今年有做过一期 关于红蜘蛛的那期视频当中 得了红蜘蛛的那盆威月 已经完全地治好了 目前它的状态也非常的好 在室内低温下过程的月季 整个冬眠期呢 都不要去打扰它 静置着就好 后期这些老叶片 都会自然掉光的 初春的时候呢 再给它们进行修剪 换盆 然后这一盆的话呢 是我家闺女 没有养好的那盆玛格丽特 我给它养好了 已经两次复花了 冬季呢 我也是放在我这 倒挂金钟是可以过冬的 倒挂金钟 你看这些 这个是我的千叉苗 这盆是我的千叉苗 是可以过冬的 这个是好友 原来送的那盆 非常馋的 那个棒棒糖 是也熬过来了 然后这盆是我的老的 倒挂金钟 第三四个年头的这盆 这些倒挂金钟 放置在室内 低温环境下 完全不是问题的 这类灌木型的南方花 会只要能让它们 熬过寒冷的冬季 来年开花 不但花期早 修剪得当 花量还会俱增 重办的倒挂金钟 也还在开着 这盆倒挂金钟 也是今年新天制的 如果想培育倒挂金钟呢 可以在春季的时候 进行千叉 成活率极高 这盆白壳花 真的很多个年头了 它现在这上边 全是灰美病 可是我一点都不担心 因为我知道 它熬过冬季以后呢 初春的时候 只剩主根的这一块 到时候进行一个修剪 进入夏季以后 它会在很短的 一段时间里面 就会是这种 完全爆盆的 这么一大盆的效果 整个过冬期间 有灰美病的 严重的情况下 枯死的时候呢 我会适当地做一个修剪 那目前 你看目前 现在这些我都不剪 我就是这么留着 你看我这一盆 已经反复在开花的 这盆盆栽的绣球 现在也是这样放的 我也没有剪 春天的时候在剪 关于这个绣球的 初春的修剪 今年的视频 我做得太详细了 所以我种植的 这些过冬花 会今年的春季时候呢 都有做过跟进的分享 感兴趣的花 有可以翻阅下方的链接 冬季温度零度左右时呢 它的叶片都会渐渐地打粘 再冷些的时候 都会自然掉光的 凡是这种老枝条开花的 大叶绣球 老枝条没有被冻伤的情况下 初春时进行修剪 控芽 和更换新的盆土 盆栽种植养分 可以很好的集中 供给顶端的枝芽 养护得当 基本上盆栽绣球 都是可以开花的 绣球种植中 当这些老枝条呢 长到三年以上时 通常都会做一个 新老枝的替换 因为再往后呢 这些老枝的活力 是越来越弱的 花就会越来越小 到时我再做一期 如何替换新老枝的 视频与大家分享 我的这一盆树芳花 也是今年买回来的 一棵幼苗 很小的一棵苗 我已经让它长成了半米高 树芳花又名秀樱花 曼茉莉 是木西科树心鼠的 一种攀原性灌木 原产于印度喜马拉雅山脉 花期通常在六至十月间 因为它的花带着 非常浓郁的茉莉花香气 所以花朵可以用来提炼成香料 它喜羊 不耐阴 不耐寒 抗寒比较弱 凡是这类抗寒性比较差的花卉呢 我都喜欢盆栽种植 因为这样更利于我在后期 搬进搬出的养护 当它开花时 散发出的香气 两三米之内都可以闻到 因为今年是第一次种植 也是第一次在室内过冬 明年春季的时候 它的状态如何 后续我会与大家做分享跟进 这盆树方花 今年这第一个冬天能不能熬过 包括这个白子莲 能不能熬过 我到时候会与大家分享 养好了 那么花友们也就能从我这里分享到今夜 这盆也是我的白可花 现在这个状态 也是这样打粘的 这个叶片都是打粘的 这是很正常的 这一颗长绿铁雪崩 也是今年我才新入手的一颗铁线连 白色单瓣花 它属于早春开花的铁线连 在修剪类型中 属于一类不用修剪型的铁线连 这个不用修剪的铁线连 并不是说它完全不用修剪 当你要做造型的时候 还是需要修剪的 一类铁都是在老枝条上才会有花 所以尽可能多地保留这些老的枝条 枝条越多花量越大 这个长绿铁 如果是户外地栽 零下低温时 也会跟二三类铁量掉叶的 但因为我是盆栽种植 搬进了阳光房里面 温度是在零度以上 所以它的叶片依然是绿油油的 这是一颗我唯一种在盆里的 铁线连 铁线连的生长速度都是极快的 我呢有今年的一颗非常小的幼苗 仅仅这几个月的时间呢 就养到了现在一米二的高度 后期为了打造成一个花柱的效果 做了支架进行了固定缠绕 期待明年早春开花时 这是一盆紫色的鸡小菊 作为多年生的草花 它的耐寒虽然很好 但因为是盆栽种植 安全起见 我还是把它搬进了阳光房里 在搬进来之前呢 进行了一次修剪 鸡小菊是非常有观赏价值的草花 花期通常在春秋两季特别的长 如果养护得当 可以从四月一直开花到十一月 通常在爆盆的状态下只见花不见叶 看我那几颗葱 现在冬天还能保证有几颗葱 挺好的 我都不剪 这几颗绝对是固定留在这的 我们家的这个牛果树 一如既往的没有挂果 但是也会一如既往的 把它搬进阳光房里安全过冬 因为家庭种植嘛 没有那么好的条件 像大暖房那样 四季很温做不到 这些都进入了控水的状态 玛格丽特也是完全的控水状态 手一摸下去不沾手 这个是已经处于半干状态下的 现在看我的这个绣球也是 我就随便揉 这个土已经不沾手了 是干的 在低温环境下 过冬的所有花卉控水 一定要达到这样的效果 一两个月 如果一直持续这样的低温呢 都是不用浇水的 大家千万不要觉得 它特别的干了 没忍住 特别是新手花友 就直接就去浇水 这就是为什么肿养不好的原因 植物在休眠期是不需要吸收这么多的水分 过多的水分呢 反而造成负担 挤压在盆土中就很容易造成闷根坏根 烂死了 所以冬天想要养护好 这些盆栽花卉控水 非常非常的重要 其次呢就是这个整个种植环境的空气对流减少湿度 湿度大了以后 这些水都往下滴了 那像今天这个天气这么冷 那我现在就开一个窗户就好了 门就不开 10分钟左右的透气 这两个因素呢就会直接影响到这些盆栽的花卉能不能很好的安全过动 非常的重要哦 这个是很关键的 这个门窗是一定要稍微开一会儿的 你看这些都已经结冰了 就像我们那个浴室 如果你淋浴完了 不开门窗的话 空气对流不好 里面的东西很容易发霉的 这湿度太大 对植物的影响 也是很容易让它们产生灰霉病的 得了灰霉病以后 这个叶片坏死 那下面的这些枝干也就会跟着坏死 所以开门窗很重要 在洋光房里面各种 唯一最让我担心的呢 就是 黑洲菊 还有好几盆粉色和桃红色的玛格丽特 去年我只有一盆熬过冬季 其他都挂了 那今年的这些 我就不知道它能不能熬过冬季了 因为这里面的室温太低了 实在是太低了 就看它们今年的过冬的情况怎么样了 爱牵牛 这份小的牵插苗 星空 去年我的过冬的这个牵插苗都活了 所以今年我就把这棵 移到了这个洋光房里面 今年的没忍住又牵插了两颗藤本 就是粉色的给好朋友牵插的那两盆 我又捡了两只小苗 就随意的牵插 它活就活不活也没办法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 一起开心种花养花 你们的花花草草们过冬情况如何呢 欢迎大家留言互动 我们下期再见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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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